寿丰乡的休闲农业区已经成立了第十年 25号上午在休闲农业区生态馆举办了成果展 理事长陈维良表示 十年来感谢各农政单位给予的协助 让寿丰休闲农业区能够更团结 朝向休闲生态农业的旅游模式来发展 寿丰休闲农业区已经成立十年 上午在寿丰休闲农业区生态馆举行成果展 理事长陈维良业表示 这十年来感谢各农场主以及各农政单位给予的协助 让寿丰休闲农业区能够更团结 朝着休闲生态农业的旅游模式来发展 寿丰休闲农业区立案十周年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办一个发表会 显现我们这十年来所走过的路程 有一些小小的成果 那我们在这边农业生态馆也在我们水宝局的协制之下 也完成了一些利美化 那未来明年我们将对外正式的营业 那我们会有里克福中心农产品的展示 农产品的加工以及我们的生态教室 在今年更拿到了国家环境的优等 这个对我们来讲 慢慢的我们也打出知名度 那我们只要要推的就是农业的深度里 一些农事的体验 也很感谢我们相关政府相关单位 像我们水宝 花园分级我们县政府农会 相关所一直都给我们在后面 默默的推动 那我们我们基民也很认同我们的作法 所以大家都同行合力的 要把我们受风的深度旅游发扬光大 而农场主江玉宝也表示 早期的农业是以单打独斗的销售模式来经营 而目前以休闲农业区的整体包装行销方式 打开了不一样的生态旅游 让民众走入农村也提高了农村的经济发展 一般的农夫都是单打独斗的 那个休息区是在团队合作 所以这个对我们台湾的农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大家单打独斗都很行 因为可以存活 可是要做到团队的那种一起打那种群架的方式 那个对我们是一种挑战 可是我们这十年来也经过很多的磨合 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可以走到现在 这真的是那个相信力是很够的 它是会把那个大方向往 就是好像火车桶往这边带 然后很多的那个农民就可以慢慢更这样子 历经十年的努力 寿风休闲农业区整合在地小农 以大团队的方式导入生态旅游 让民众走入农村体验 农村生活颠覆了以往民众对农村的想法 让寿风休闲农业区的生态旅游模式 能够走向专业的生态导览农村生活 旅游经济发展的方向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